好,我們前面跟你講說一團空氣上升時 氣壓會下降,體積會膨脹,溫度會降低,所以容易飽和 然後所以容易凝結成雲會下雨,然後我要你注意 以後碰到狀況,只要是碰到上升氣流,你就要記得它會下雨 比如說這些狀況,第一個是後面會交的 高氣壓天氣會晴朗,低氣壓天氣會陰雲 因為低氣壓中心就是一個上升氣流 所以低氣壓是一個陰雲的天氣 然後還有一個是第一老師教過的 他說,基隆的雨叫做地形雨 我們告訴你,冬天吹,東北激風的時候 北部東北部地形,因為地形抬升而多雨 風吹過來,碰到山往上爬 往上爬,所以呢,叫做一團空氣上升時 氣壓會下降,體積會膨脹,溫度會降低,容易飽和,凝結成雲 我平常開玩笑的說法是,往上爬,爬山很累很累,流汗 所以流汗會下雨,所以就往上會下雨 還有跟它類似的叫做,颱風的迎風面雨勢特別大 也是因為迎風面就往上爬,所以就容易飽和,所以就會下雨 這三件事情後面都會交 高氣壓晴朗,低氣壓陰雨,地形抬升而多雨,迎風面雨勢特大 這三件事後面都會交 下一個是你們在地理上,課本上看過的圖 這四張圖,你在地理課本上看過,它也都是會形成上升氣流 所以你們會容易下雨,會容易下雨 OK,單位那個紅色框框框起來的就是你要抄在講義上的字 第一個是我們地科課本上不太講的叫做 加熱,太陽曬,水氣就蒸發,蒸發就往上升,升到天上 然後就是空氣所謂的上升,然後氣壓下降,體力膨脹,溫度降低 容易飽和一點乘雨 那這個上面圖畫的就是旺盛的對流 然後呢,會形成直載雲,激狀雲,然後會下雷震雨 第二個是剛才講過的地形抬升 也是所謂的颱風的迎風面,雨勢特大 就是這個,風吹過來,往上爬 所以氣壓下降,體力膨脹,溫度降低,容易飽和,凝結成雲,有雲會下雨 OK,這就是所謂的地形抬升多雨,所謂迎風面,雨勢特大 第三個是我們後面會交的封面 封面的地方,會有空氣被抬升 因為抬升,所以氣壓下降,體力膨脹,溫度降低 所以會有形成雲,然後會下雨,然後封面抬升 最後就是剛才講過的,我們會交的低氣壓中心是一個上升氣流 低氣壓中心上升氣流,所以也是一樣 氣流上升,氣壓下降,體力膨脹,溫度降低,容易飽和,凝結成雲,有雲會下雨 我們地科課本上,有跟各位比較輕巧,就是後面三個 地形抬升,封面抬升,跟低氣壓中心的上升氣流 第一個我們比較少提到它,要提到它 反正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就是我前面告訴過你的話 從此之後,你只要看到一個狀況,它是上升氣流 你就要記得,就要想到,它容易造成陰雨的天氣 因為一團空氣上升時,氣壓會下降,體積會膨脹,溫度會降低 所以容易飽和,凝結成雲,有雲會下雨,就是你要曉得的事情 OK嗎?OK?很好?請謝謝課堂練習